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话 眼看着就春天了 那今天呢 我拿了几只马蹄莲 这是从昆明说的货 当然了马蹄莲最好的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最好的 还是北京本地种的那些 稍微比昆明贵一些 但是那个制造非常好 而美制都能开 今天呢 咱们以马蹄莲作为主题花材 给大家拆一个花瓶 因为记忆到了 该是马蹄莲的时候了 要不是疫情的话 估计早就下来了 好 明天再开始插一下 好 箱子再插哈 我选了一个最普通的 制装花瓶 一般我们用这1230 就是它的频口直径是12 高度是30 相对来讲比较细 因为我一共准备插个9只吧 马蹄莲看看怎么样 这个马蹄莲很简单 你直接把它 可以直直插匀就行了 隔打了 所以它可以正直 如果隔不打 可能比较难做到这一页 就插这个花瓶上 大家注意哈 我要让它有个放射的感觉 就是让它往四面撇 不要有的中间 有的往哪里 让它基本上都往外面撇 看上去整个效果就好 你看 它所有的撇都是往外撇的 这马蹄按说插插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 咱们稍微给它加点颜色 因为光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有点单调哈 对 咱们接下来前肚子的龙胆 这个龙胆它不能高啊 只摘着瓶口呗 下来 如果是那种 dumping 或者是那种地址 我按照地址 一定会在约 друг一圈 那种生存感 容易 这个终于 当然 这种女主意 你真的没有 这种杂极 你 不能 这种大小小 内衛 没有 我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你大伙捏了感觉啊 首先呢,马蹄莲是一种很干净的花 如果你单插马蹄莲也没问题 一个皮是单插马蹄莲也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马蹄莲单插的话可能有点 有点单调,偏死板 如果说你家里可能干净整齐这种 我觉得单插马蹄莲就没问题 我这个呢,是希望给马蹄莲稍微加一点 加点东西吧 第一个,加点颜色 因为马蹄莲是纯白色的 所以我配了一个浅子 其实如果你喜欢白色的话 这个,加白色龙也可以 为的是加一点颜色 让它稍微的丰富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松松草 因为马蹄莲呢,相对来讲 它比较硬吧,感觉 比较直,比较死板 所以我加了四只松松草 这样的话呢,让它这个 加一些线条啊,这种整体这种感觉 让它,让它开始活跃起来 加一些,加一些冻的感觉吧 所以说呢,加了四只松松草 整个这个花呢,我插呢,就是 大概起这么个思路吧 其实呢,每个人插花都有每个人的习惯 我只是通过我插的这个花呢 给大家提一个思路 具体自己喜欢什么样 还要自己插着看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